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有天上掉下饼的好事 顾安心以为自己捡到一个宝 却没想到一家人开始带着有目的来的 林月就是扮演猪吃虎的高手 假装失忆就是为了调查顾安心 小可怜的样子让顾安心完美沦陷 不过两人同去生活是过得相当欢快 各种报效暖心的事情应有尽有 嘴上说着林月赶紧离开的顾安心 发现她不见之后是慌张不已 就连回忆中都是她的模样 安心的爱情萌芽已经是滋生 林月因为个别原因只能默默守护在安心身边 看着安心伤心流泪 还没有舔多久就开虐的走向也是没谁了 不过这就推动了剧情 一直伪装才是最狠的 并且在这部剧中 顾安心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 不仅让剧中的人好奇 连网友都纷纷猜测到底是谁 林月排除了她是廉家的私生女 那就说明她和林月没有血缘关系 而林月可能是林家的私生子 也算是从小被收养的 这倒是和顾安心一开始的身份是对照的 只不过这一条线不止她一人在查 很多人都想知道在最新的剧情中 顾安心的回归再次将事情复杂 重新的剧情推测 顾安心也不是顾先生的亲儿子 是顾夫人的亲儿子 而顾安心一开始就是顾家的养女 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被赶出顾家 顾先生嘴上说的是狠话 但心里还是有这个女儿的 不过顾安心的身世成了不解之谜 直到最后曝光之际 才发现顾夫人才是深藏不露 林月都惊讶果然不简单 其实可以猜测一下 顾安心就算是顾家的亲生女儿 但是现在顾夫人算计安心的母亲 最后登堂入室 毕竟没有夫妻情谊 顾先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收养一个女儿 亲子坚定是假的也不是不可能 顾安心很可能是一个牺牲品 所以在没有威胁之后 顾夫人是可以做好人照顾安心 不过谎言还是会被揭穿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水晶娱乐 敬请关注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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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